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傳上海松江大爆炸 官方闢謠 網民曬圖 暗需殺人 中國大陸年輕人失蹤越來越多 9天爆出11起 美軍遇襲 犯下一致命失誤意料之外 突發 加拿大宣布驅逐一中國女子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29號 星期一 亞洲時間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讓我們一起成長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傳上海松江大爆炸 官方闢謠網民曬圖 今天29日晚 中國上海松江區發生巨大爆炸聲 引發當地居民的疑慮和擔憂 儘管當地官方堅稱沒有發生爆炸事件 但網上湧現出大量目擊者的證言 他們稱聽到了強烈的爆炸聲 並且一些人的窗戶甚至因爆炸而搖晃 當晚 上海松江一度成為微博熱門話題 許多當地居民紛紛上網詢問事件詳情 外地網民也積極參與討論 有人聲稱爆炸發生在松江區玉樹路工業園區 甚至有傳言指向化工廠或天然氣爆炸 還有傳言稱是松江離塔會601冰工廠800所葉彈塔 做分離實驗時爆炸了 有人分享了松江區中心醫院內部群組發出的 突發事件批量傷員情況報告 該報告顯示 1月29日19時30分左右 玉樹路藍艦航天發射實驗爆炸 3名男子受傷 一些網民還分享了疑似實驗室受傷人員 在醫院就醫的照片以及醫院內部群組的 突發事件批量傷員情況報告 報告中提到了受傷人員的情況 儘管有大量目擊者的證言和監控視頻顯示 官方卻堅決否認了爆炸事件的發生 當晚 松江區應急管理局發布了一份簡短的聲明 稱松江區並未發生爆炸 松江區政府會統一解釋 這一闢謠聲明引發了網民的憤怒和不滿 有人說 既然都出來闢謠了 說明肯定發生爆炸了 有網民認為 可能只是新年前維穩 也有網民猜測可能有大事發生 有人說 是不是發生恐怖襲擊了 甚至有人則懷疑是否當地軍方打響了起異第一槍 案需殺人 中國大陸年輕人失蹤越來越多 九天爆出十一起 江西趕州一名16歲女孩郭玉如 於21日晚上在返回學校的途中失蹤 29日 郭玉如親屬表示 在桃江河水中發現了她 網友紛紛問 為什麼最近失蹤的孩子總是在水中被找到 上一個在水中找到的是江蘇連雲港市冠雲縣18歲男孩張新偉 在大陸 張新偉的消息已經被封殺 抖音上流傳的一份失蹤名單顯示 從1月20日到1月28日的9天內 共有10起失蹤事件被曝光 包括江蘇連雲港15歲女孩馬美琪 陝西寶基23歲男孩曹偉 陝西安康33歲女子謝暮秋 山東遼城31歲女子王娜 河南銅柏35歲女子何淼 廣西南寧14歲女孩茉莉 寧夏雇元29歲男子鐵海成 河南洛陽12歲女孩毛雨諾 安徽黃山10歲男孩孫玉等 有網民透露 由於中共當局的掩蓋 真實失蹤人數可能更多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失蹤事件 引發了公眾的質疑和擔憂 一些人擔心情況會繼續惡化 有網友評論說 自從把胡新宇掛樹上穿幫以後 都改成扔水裡了 災難並不是死了N個人這一件事 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N次 前者無可預判 後者蓄意為之 魔鬼在人間且橫行霸道 2020年11月20日 2020器官移植科學論壇 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召開 中共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黃傑夫稱 中共器官移植仍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 中共器官移植2023年居世界第一 大陸獨立媒體人吳特 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林曉輝 曾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中共仍在繼續按需殺人 仍在活摘包括法輪功學員等在內的良心犯的器官 美軍遇襲 犯下一致命失誤 意料之外 美國官員們週一對美國之音透露 上週末 駐約旦美軍未能防止 對其22號塔的致命無人機襲擊 原因是敵方無人機在美軍無人機返回基地時接近 導致美軍誤判 此次襲擊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蘭抵抗組織發起 造成3名美軍陣亡 34人受傷 美國官員稱尚無證據顯示伊朗直接指揮此次襲擊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對CNN表示 美國計畫對此作出重大回應 但不尋求對伊朗開戰 自去年10月以來 美軍在中東遭遇165次襲擊 本次為首次由美軍喪聲 引發國會共和黨批評拜登政府 未對伊朗採取直接行動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納塞爾.卡奈尼否認對此負責 說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突發 加拿大宣布驅逐一中國女子 加拿大政府對一名曾長期 在中共僑辦工作的華裔女子發出驅逐令 原因是她在加拿大從事間諜活動 加拿大聯邦移民和難民局裁定 姓名義姻為張靖曾經在中國僑務辦公室工作 並稱該辦公室涉嫌在加拿大從事間諜活動 長達32頁的裁定表示 張靖在中國僑務辦公室工作了11年 期間為該組織向海外華人施壓 此份驅逐令於去年8月28日下達 但最近才公布 中共僑務辦公室過去和現在都參與 針對中國在加拿大的目標個人和團體的間諜活動 違背了加拿大的安全利益 在針對張靖的聽證會上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表示 中國僑務辦公室滲透到加拿大華人社區 監視和壓制反共人士 其中包括臺灣人、維吾爾族人、法輪功練習者 和華裔加拿大公民 相當於進行間諜活動 IRB指稱張靖於2008至2019年受聘於揚州僑辦 先後擔任公共關係總監及海外聯絡總監 台決書中說 他每年出差多達4次 與中國內外的目標群體互動 他的目標群體包括學生、傑出人物、 政府人員和團體以及商人 被北京方面針對的活動人士 面臨騷擾、恐嚇和勒索 他們在中國的親屬也受到威脅 黨被問及自6個月前裁決發布以來 張靖是否已被驅逐出境時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目前沒有回應 擁有法律學位的張靖 試圖淡化自己在海外僑辦的角色 歸咎於翻譯錯誤 並否認自己是僑辦成員 聽證會於溫哥華舉行 2018年 僑辦被列入中共統戰部 一個領導海外影響行動的中共機構 僑辦是中共委託的消除潛在威脅和挑戰 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言論的幾個組織之一 聯邦官員表示 該部一直在加拿大運作 加拿大皇家奇景也一直在調查中共當局 在溫哥華、多倫多等城市設立的海外派出所 另一名前僑辦員工張勇於2022年基於類似的原因 被認定為不得入境加拿大 2022年 加拿大駁回了兩名中國公民的移民上訴 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的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小粉紅被俄羅斯警察帶走 中介嚇得趕緊刪除 碾壓中共世界首款6代戰機B-21量產 五角大廈證實 綜合報導 反共情緒正成為一塊新大陸 外國網紅分嗆小粉紅 不爽滾回中國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分享您的見解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讚 轉發和留言分享 按讚 轉發和留言分享 按讚 轉發和留言分享